大家就很好奇2023年的房价趋势 将是如何 我们就与我现在所在的台中热门地段 北屯来举例好了 因为有完善的生活机能 以及便捷的交通网路 目前房价的年涨幅是来到了8.5% 甚至有些新城屋的单价 已经来到了6字头 尤其中南部机器堤仍有上涨空间 而纵观七都房价涨幅 桃园 杨梅 高雄 凤山都涨超过25% 新北系纸 巴黎 台中 西屯 也都名列前五 甚至不管在何处 去年全台预售屋房价最高点 已经全数占上3字头 短期内没有下跌空间 原因不外乎就是成本 水泥钢筋木板 你现在所看到的建材 几乎通通都在涨 甚至未来即将上路的侦探费 将是每季或每半年就征收一次 预估营介业成本 还会在上涨三成以上 建筑业有一些比较耗能 耗二氧化碳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钢筋嘛 一吨钢筋它需要2.2吨的二氧化碳 一吨的水泥需要0.82吨的二氧化碳 政府在标售土地的方面 它的价格的上涨 这十年来大概涨了三到五倍 布置营介成本居高不下 人力短缺也是一道难题 以建署推估全国缺工数 就超过11.81万人 甚至先前就建商坦言 开出日行4000元 还是请不到人 缺工拉扯下拖延施工时间 增加不确定性 整体成本也就难以说降就降 缺工的状况 其实并没有得到改善 那过去这一两年 所累积的这个建造的这个开工量 还是处于高峰的状况 甚至加上像我们现在所处的 这个水南经贸园区 它也多达大概五上以下的 公共工程正在兴建当中 不管是公家机关 或是私人的这个开发案 大家都有缺工的这个压力 那必须在师傅的这个薪酬的成本上 再做增加 才能够确保人不会去流失 所以房价目前我们是看不到 可以降的空间 成本掉不下来 房价就下不来 成为普遍各大建商们的新生 加上目前市面上的资金环境 仍相对充裕 刚系需求 智产客群仍在下 短线房价依旧是一涨难迭 东三新闻 如意廷 杨昭 沈云腾 副一文 太中报导 中文字幕后 感谢观看